为什么舒泰雄的便便是方形的 这个研究竟然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 其实搞笑诺贝尔奖是一个很可爱的奖 他们每年九月在哈佛大学桑德斯之院举行 奖金也是极其诱人的 一币巨块十万亿 不过单位是津巴不违币 也就是人民币一毛四分钱 抢江设立有五个 还有五个随其讲 想要入选搞笑诺贝尔奖是有门槛的 其科学成果必须不同寻常 还要能激发人们对科学的兴趣 比如五岁小朋友的口水 为什么那么多 居然可以分泌500毫升 比你喝的肥宅快乐水还多 可能因为上帝做膀胱的时候都需要一个木板 几乎所有的步入豆腐平均盘照的时间都在21秒 上下误差13秒 哈哈 其实搞笑诺贝尔奖都在传递一个宗旨 让人发笑 然后思考 虽然带有搞笑二字 但颁奖者可都是货真价实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此外 每年搞笑诺贝尔奖都有不同的主题 前年是新 去年是习惯 今年是虫子 而今年的所有获奖者都会获得一个奖杯 需要自己打印组装的六面盒 其中五面都印着各种各样的box 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奖已经出路了 欢迎来到哈佛大学桑德斯G 我给忘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 今年的诺贝尔奖将在网上举行 哈喽朋友们 欢迎收看第30个第一届搞笑诺贝尔奖 虽然今天改成线上班奖 不过这纸飞机这个环节还是必不可少 让我们用5秒钟的时间回顾下网年纸飞机环节 我是罗普纳森 也是你们居家持飞机操控员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倒数 5 4 3 2 1 大家好 我是马克亚巴拉汉斯 是指甲的创办人 也是颁奖典礼的主持人 这只绿色的红颜怪是我的新丑 摄影师麻烦给他一个镜头 是不是很可爱呢 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奖已经出炉 第一个揭晓的是升学奖 获奖的研究是关于一只吸入亥气的杨子鹅 获奖者是史蒂芬瑞伯和他的团队们 把鳄鱼放在充满亥气和氧气的密分箱子里 鳄鱼就能发出唐老鸭的声音 下一个奖项是 心理学奖 获奖者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米兰达和尼古拉斯 获奖理由是 他们发现通过观察眉毛 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自恋狂 简单来说 自恋的人拥有高高飞起的眉尾 棱角分明的眉型 而且眉毛看起来往往更浓厚 尼古拉斯先生把自己的眉毛给遮住了 我们无法知晓它是不是自恋狂 现在 让我们有请2007诺贝尔经济学 那你猜我是不是自恋狂 不啊不啊不 今年的昆虫学奖 办给了理查德维特 他发现 那些残年和昆虫打交道的昆虫学家 都患有蜘蛛恐惧症 因为蜘蛛比其他的昆虫多了两条腿 蜘蛛遭到嫌弃的原因还包括脱毛安静恶心腿肠跑得快 因此即使习惯接触昆虫的科学家 也一直无法克服内心的恐惧 我说你就不能安静点平常美食吗 接下来庞发的是 医学奖 获奖得主是 尼恩哥 乌林科 和他的团队们 他们诊断出了长久以来被忽视的一种疾病 孔阴症 研究发现 81%的人受不了巴基嘴的声音 59%不能听到焦急键盘的声音 64%受不了多大的呼吸声 讨厌讨厌 让我们有请2018化学奖得主 FreshN为我们办法抢呗 这么说来恐怕我也得了孔阴症 阿诺德先生 我想请问有没有任何方式可以根治这个病症 治疗方案也是有的 我们做出了研究 建议患者在听到这种声音后 想象自己走在吃哒哒的泥巴地里 发基声来自于鞋子和泥巴的接触 这样一来就不会生气了 那下次我想我可以试试 这是你的重重奖杯 这是十万亿金巴木为币的奖金 对哦 为大家揭晓 什么味道 为大家揭晓 材料 科学奖 七位研究者发现 用冰桶扁扁做的刀子 其实根本不好用 他们的研究都基于一个关于英纽特人的历史记载 一个英纽特人用自己冷冻的粪片 制作了一把桃来图钩 为了评估这种说法的有效性 这些人中的一人模拟北极英纽特人的饮食吃了八天的高蛋白和脂肪酸食物 研究者们从第四天开始收集它的便便 所以他们将这些便便放在零下五十度的干冰中 确保他们充分的冰冻 但实验证明冰冻石刀并不好用 他们并不能揭开普通的兽皮 最后看看蟑螂朋友们要告诉我们什么吧 Coproach!Coproach!Coproach! Came is on tape!Ready! Coproach!Coproach!Coproach! He's the one for me!Coproach!Coproach! I love what to do!Coproach!Coproach!Coproach! We are you! Coproa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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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这就是搞笑诺贝尔奖的初衷 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 激发人们对科学的兴趣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诺贝尔奖会是谁呢 你说是不是